刚从学校回家 念国小五年级的许旭东 马上来到父亲床前 帮父亲用机器壳弹 六年来如一日 只要父亲一个眼神 他马上知道爸爸是肚子饿了 还是想要喝水 然后用口水盆 然后用洗按摩 洗碳管 然后刚才洗洗洗那些等等的 父亲是剑洞人不量于行 许旭东每天除了帮妈妈整理家务 还要为父亲按摩四肢避免萎缩 而他跟爸爸分享校园趣事 也成为支持父亲对抗病魔的动力 许旭东的父母原本从事木工装潢 六年前爸爸剑洞人发病卧床 妈妈为了照顾爸爸也无法工作 经济陷入了困境 而体贴的许旭东 为了照顾爸爸 牺牲了童年生活 毫无怨由 让妈妈十分心疼 他常常有说 我跟他讲到 但你去哪里好不好 他常常会跟我讲说 他不要去你 你要想去爸爸吗 他想到会讲 如果我要再去我 我会再去我 我会这边很开心 目前全家靠着打零工 和低收入补助 勉强过日子 虽然生活艰困 但许旭东跟妈妈都知道 只要全家能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得洪建民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